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下面的情况来看呢 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比例略高于全国 而在极美区的极美小学就有这样的孩子在那里就读 极美小学目前全校有三名特殊儿童 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每天按时上下课 读同样的一套教材 接受与其他健全孩子一样的教育 极美小学老师庄来乡告诉记者 曾经有一位智力障碍的孩子在这里随班就读 一开始由于反应迟钝 他的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孩子 很明显他就是在学习方面会比别人差一点 那差一点那自信心就不足 那自信心不足的话 有时候他就变成 进了就变成在群体当中 有时候他会觉得别人会笑他 所以有时候也会变成隐身为就 会有被排挤的现象 排挤的孩子 他有时候就是要吸引别人的注意 他就会捣蛋 那有的就是会比较自卑 比较沉默寡言 自卑 沉默寡言 又或者是反应过激 这些敏感的情绪都与班级中 其他孩子对他的态度有关 久而久之 班级上孩子们一个无意识的玩笑 随时都有可能伤害到他 解铃还需寄铃人 这时候警告老师对他的安慰是不够的 最有效的还是从改变健全孩子们的态度入手 通过群体来可以帮助他 比如说他有时候如果调皮捣蛋了 那我们就告诉同学说 他很需要大家的帮助 他这时候其实只是想跟大家玩 不是恶意的 那么大家我们一起帮帮他 当他如果出现一些 比如说去抓一下同学 去踢一下同学 我就给他们说 他是要跟你玩 不知道怎么玩的方式 那你就说 好我们一起来 跳皮筋啊 我们一起来讲故事啊 我们来聊天啊好不好 就是跟他一起玩 带动群体 就是帮他拉拉关系 那群体接纳了他 那他也就自然就 不会跟这个群体有敌对情绪 让其他孩子接纳他 需要不断的鼓励 庄来香老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比如说我会按地理观察 刚才下课的时候 我看见哪一个同学呢 帮助小冬同学 把吊地上的笔捡起来了 我刚才看见哪一个同学呢 帮他把作业 课前准备做好了 那这样子就有很多人 都愿意这样做 那慢慢的慢慢的 就形成一种一起帮助他 庄来香老师说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 这个孩子后来进了初中 还上了高中 并且找到一份工作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对于随班就读 有什么样的看法 随班就读的方式 对于这些特殊学生来说 当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要注意为他们提供 良好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 包括引导普通学生 接待和帮助这些特殊学生 然后在学校设置方面 我们要为他们提供便利 特别是在学习上 要制定合适的教学方案 帮助额外的教学辅导 然后让他们适应 这样的教学环境 我认为随班就读 对于特殊化学生 是一种充分的尊重 因为过分强调 这些学生的特殊化 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 造成压力和不适 让他们与正常学生 一起生活 可能会更有利于 他们的身心健康 觉得随班就读 不仅仅对于特殊学生来说 可以让他们 与正常的儿童进行互动 在这样一种融合教育中 学习和获取更多的经验技能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 也是一次加强不歧视残疾人的 良好教育契机 让他们善待特殊儿童 也逐渐地改变这种健全人 对残疾人的歧视观念 好的 感谢以上观众朋友 在互动平台上的留言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我们设想一下 刚才短片里提到的那个孩子 如果他没有到普通学校读书 那么他的人生当中 可能就不会有那些 与健全孩子朝夕相处的经历 而正是这些经历 能够帮助他成长以后 更好地融入社会 说到这一点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他就是同安一中的吕炳车老师 吕炳车这位80后 出生在同安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右下肢残疾 可身体的不便 并没有成为他求学路上的绊脚石 比如说应病治理 可能本人就比较不方便 但是他们就觉得说 那个运动对你来说是不行的 但有一天发现说 你走上心的时候 你也会打冰冰球 他们就会很惊异 他们可能这时候 所有的焦点不在于你 不方便上面 他们说你今天可以打冰冰球 来我们来两下 这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很平等的 很平等的这么一个关系 吕炳车把身边人给予的照顾 化作最原始的动力 发奋学习 2001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从同安一中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 可以说吕炳车 感谢了自己的命运之路 回首自己的学生时代 吕炳车说 他从没有想过要去读特殊学校 如果让他再做一次选择 他还是会选择到普通学校读书 或许自己跟别人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只有证实自己 才能获得跟正常人一样的心态 第一个我个人认为就是 可能在内特效有它的好处 但是在特效的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自我去定位 我们就是这么一类的人 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意思就是 已经我们自视为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这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毕竟有 从将来来看 我们毕竟要融入这种社会 我们必须可能要跟别人去竞争 那以其在这个特效里面 可能受到比较多的保护 或者说过多的保护 还不如一点一点的释放出来 让他在这种比较 长时间的这种普通学校的学习当中 慢慢的学会去竞争 当然是人际关系的优势 他的社会适应性 他有 他能够跟各种不同性格的孩子 进行交往 他有正常的喜怒哀乐 所以在群体当中 对他这一方面是比较好的 从我们理想的一个观念来讲 像这些特殊孩子里面 如果能够到我们这种 比较普通的环境 就是正常的学校里面切的时候 对他的成长其实空间是更大的 因为我们正常的学校里面 其实这些孩子的时候 他的整个成长 花衣 包括他们所有的教育方面 还是更前面的 近日市教育局市财政局发布 关于加强普通学校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的通知 通知要求 普通中小学幼儿园 只要招收五名以上参级学生的 都要开设资源教室 那么什么是资源教室呢 按照国家要求 资源教室不小于60平方米 要设置学习训练 资源评估和办公接待等 基本区域 并且要有满足 基本需要的教育教学 康复训练 图书资料等基本配备 资源教室每天都要向 本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开放 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 上康复课等特别课程 也可以是辅导功课 下课后则有义务接待片区内 其他学校随班就读的学生 以及接受家长咨询 那么这样一间资源教室 在学生们实际的学习生活中 作用如何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小美是北师大厦门海仓 附属学校初一的一名学生 和普通的孩子相比 她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她喜欢不停地问问题 比如说像她当时看到我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问我 你是谁呀 你是来干什么的呀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教室里呢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是这样的问题 小美这样与其他同学 不一样的表现 在和同学的相处中 麻烦和不愉快总是无法避免的 面对孩子们的不理解 老师会告诉他们 小美不停问问题的原因 而对于小美的情况 老师们除了耐心回答 小美的各种问题 还借助资源教室 来帮助小美改善这种情况 在平时我们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去用我们的方式引导他 比如说小美 你下次问老师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说 老师您是来自哪里的呀 或者是说 老师您叫什么名字呀 老师您来班级要给我们上什么呢 不断地去改变他问题的方式 另外就是说 在我们体现在这种功能教室身上 我们让孩子来了之后 比如说给他听舒缓的音乐 比如说让他跟我们坐在这里 就是不断地聊天 并且让他实际动手地去操作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在我们的PPT和电脑上 会存很多资源 比如说观看一些有益的影片 然后让他去看到说 别人在做交流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方式去说的 怎么样去问的 别人是怎么答的 然后不断地去引导他 在这个80多平米的资源教室里 设有阅读区 肢体康复区 感统训练区 心理辅导区等 多个内容丰富的功能区 每天下午学校里的残疾学生 都会在这里接受老师 为他们提供的针对性特殊辅导 渐渐地小美从原本 直接天马行空的问话方式 开始懂得如何有礼貌 有逻辑地提问 那他现在的情况会变成 看到你的会跟你笑着说 老师好 老师你又来上课了 今天要给我们上英语课是吗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一个是他的问题 变得更加有思想 另外就是说 他更加是比较快乐地 愿意地去与我们交流 而不是带有一种只是 怀疑性地去不断地追问 在普通学校里 老师对于残障学生的教育 除了要教他们知识 和生活自理能力 更重要的是要教会他们 如何更好地融入集体 通过普通教育 和资源教室的相互结合 达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目前北师大厦门海仓附属学校 共有15名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学校通过设立资源教室 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及逐渐改变异常的行为 我们学校现在是有三名专职的 就针对这部分学生的一个 专职辅导老师 同时我们学校也是 奉行全员得益的这样一种理念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有接受过 心理辅导这样的专业的培训 随时可以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些专业的辅导和疏导 针对这份孩子 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课程 对于比如说一些礼仪 或者自然知识等等 就是针对孩子们的特点 会有一些适合他们的课程 针对性地去开展 我觉得这种融合教育 对于现在的教育发展来讲 应该是可行的 也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说把这些孩子完全是推向社会 推向这种特殊教育的话 对于他们的身心发展 确实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些孩子就在我们这个校区里面 他跟我们正常孩子一起上课 一起游戏 其实他们是很开心快乐的 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应该是塑造什么样的人 好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们对于资源教室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起来听一听 我觉得对于这些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来说 开设一个资源教室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肯定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 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难题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方面去鼓励他们融入正常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针对他们的特殊性 为他们提供一些额外的资源 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然后来促进和帮助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好的 感谢以上观众朋友在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留言 在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双轨制教育模式之下 健全孩子读普通学校 残疾孩子集中到特殊教育学校 既是一种教育模式 也是一种社会观念 而如今啊 让残疾孩子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融合教育理念 受到专家学者和教育界人士的推崇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教育模式和理念呢 按照我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至2016年 在义务教育阶段重点解决 八万名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就学问题 原则上 残疾程度相对较轻的残疾儿童少年 进入普通学校就读 中度和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为确实不能够到学校就读的 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提供送教上门服务 将其纳入学籍管理 这样的规定 切合实际考虑周全 然而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随班就读的推进效果一直不大理想 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还有哪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呢 目前我是在义务教育阶段 对于残疾孩子的入学 上级给学校的要求是零拒绝 而当这些孩子进入普通学校后 他周遭的环境是否能够接纳他 也决定了他是否适合在普通学校就读 要看这个学校严不严去接纳这个孩子 大环境能不能接纳他 比如学校的校长 老师 同学 还有环境能不能去接纳这个孩子 有的时候环境是不能接纳这个孩子 说你免将给他换到这个 随班就读里面 这种环境里面接纳 对孩子其实发展是不利的 比如说我们闷着一个孩子 他之前是在这种特殊学校教育里面去的 但是因为他在特殊学校 他这样在里面他是非常靶尖的 在里面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然后家长姐都跟他换到特殊学校里去 没有前途 然后想给他换到一个正常的 我们普通学校里面去 后来他们也找了学校 然后学校那边老师啊 校长方面都是验接纳他的 后来也放进去了 也读了几个业 但后来孩子不愿去了 因为他不愿气的时候 学校的同学他是不接纳这个孩子了 而且这个孩子智力方面还是有些问题 跟他们有差劫 然后行为方面啊 过通方面来说跟他们都是有差劫的 他们不愿接受他 然后后来孩子在那边也过得不开心 他觉得那边没有自信心 成绩方面也不入人家 过后面也不入人家 然后他觉得过得不开心 后来主动跟家长讲 他想转到那个特殊学校里面去 他觉得特殊学校里面的环境更适合他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例子 原本这个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 可是大环境的不坚纳 让他失去了本可以与其他孩子一样 接受普通教育的机会 那么我们如何让残疾孩子 能够得到足够的合适的教育呢 目前我国的中小学校实行的是大班制 当一个班级中只要有一名特殊儿童 那么这个班级的老师就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而当特殊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发现 他跟不上普通学校的学习进度时 就需要为他制定个性化的课程 就是推进这个孩子的个别化教育训练计划 那这个资源教师跟资源教师 就是围绕着他怎么样落实IEP 而产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那当然这一块也是需要另外一套 比较配套的那个系统工程 像比方说在台湾 他有学校里头有一个专门的叫特推会 就是特殊教育工作推进委员会 就是学校围绕了这个孩子 他怎么样推进这个IEP的进程的一个工作机制 包括这个工作机制背后还应该有一个评估度导机制 这整套系统才会完善起来 那这个孩子在这个学校里头 就是随班就读的质量才可以得到保证 因此学校不仅要配备具有心理学资质的老师 还应当配有具有特殊教育背景的老师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 武士在特殊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厦门目前的整个特殊教育的师资 说句实在话是非常齐缺的 理论上可能特教的教师应该更多的去走出去 帮助这个普校的这个资源教师 包括这个随班就读的指导 但事实上现在很多特教学校自己师资本身就不够 说实话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 更不用谈走出去这件事了 在普通学校设立资源教室 让残疾孩子在普通学校既能够接受普通教育 又能够享受个性化教育 这是政府在融合教育建设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当然推行融合教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包括特殊教育师的配备 包括工作机制的建立等等 而融合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残疾孩子将来能够更好地融合社会 与健全人一样追求幸福享受生活 好的 感谢在互动平台上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刷一刷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一起关注深天室 听说深天新闻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些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些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些